焦白笋募集餐厅主厨以及马街医学院的餐饮科系学生的创意料理 将食谱分享上网 借此来推广三只焦白笋 三只区进入焦白笋的产季 今年风调雨顺气候特别好 因此焦白笋的产量丰收品质更是相当好 从本周开始进入赤壳晚生肿的产季 笋长更长民众可以一饱口福 而担忧民众不知道如何料理焦白笋 三只区公所从上周开始贴心的将食谱分享上网 欢迎民众跟着食谱的步骤变化出多元的料理 今年因为我们的气候状况良好 然后雨量也算是丰富 所以今年的三只的这边的焦白笋的产量非常丰富 那品质也是历年来最好的一年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三只能够品尝焦白笋 三只区焦白笋盛产直到10月底都会有相当多的焦白笋产出 而三只区公所为了要鼓励民众多多采购 除了搭配月底焦白笋节两天主活动行销 更加于官网上不断更新损矿与食谱料理的方式 吸引民众到三只彩笋评损 我们有收集了历年来我们区内的一些知名的餐厅业者 以及包含我们区内的一些餐饮科的学校的师生共同研发出来的焦白笋料理 还有一些餐厅业者所研发出来的焦白笋料理 然后我们会不定期的在官网上面做更新 三只区公所表示 接下来将会于官网上不定期更新搅白笋的食谱 民众可以多学几个料理变化给家人吃 另外这些食谱可是三只区公所募集区内的餐厅主厨 以及马街医学院餐饮科系学生的创意料理 营养创新好吃又无负担 记者道平函三只采访报道